请问我这么点完 这个今天周一是55对不对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做股票 我经常说时空时空 时空这两个特别重要 比如说我一直讲时间空间 咱们很多人都听我讲时间空间 你们都特别喜欢 好我讲一个时间的 大家看一下 我如果点一下10 点一个非国拿机 选择这一次 因为6月20号见顶的点点一下 我是不是上个礼拜就跟你们说了 那时间到了 只是空间其实也到了 最起码咱不说别的 我刚才说了吧 咱们拜五的那根K线 最低价100块9毛多 已经跌进了缺口 缺口虽然被捕获 但仍然是支撑 所以我认为时间是到了 空间也到了 唯一就是时空都到了 按理说就该转 而且你看你不有这个吗 对实际上 他就缺一个比较稳的 如果你是纯纯的激进型的 有的人可能就摔了 就是你要激进的 有的人股票 如果要是我激进 我才不管那么多也够低了 100块针左右 我可能先试一下 不行我就跑 那装如果求稳的 你说你连这个108都收不上去 我不相信你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时空是一种预测 他能够经常发现关键的点 请问你说上一个34的位置 是不是一个转上的位置 34大家看一下 能看到34吗 巧了这34这天也得运现 来能看到34吗 我们注意55是怎么来的 我是选择这个点 55有多重要 你们可能一会儿我还会讲测课 包括未来89 也是重要的 比如说未来 如果他真的这样涨 那你这容易掉了89吧 对不对 能理解吧 哎34也是对不对 嗯好 所以我觉得时空位置已经够了 只差一点点东风 有人说李老师的cpi肯定会 啊这两天就会公布啊 搞不好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变盘点就在这里啊 已经是7了 都理解了啊 对也有可能是低点 比如说弹一弹再下 都有可能 从目前的这个英伟达来说 我觉得时间空间上都是合理的 空间上没有前提 但是缺考是可以接受的 只不过我们的中长期筹码也跌到了 对相当于我中长期筹码也跌到了 对不对 你们都看了吗 107 108 106 时间上也到了 但你说能百分之百一定涨吗 没有百分之百 但是 只缺一个强扬 或者说你哪怕收盘超过108.17也行 你别傻也没有 傻也没有就只是激进型的抄底 能理解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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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